運動 腳棒 這位是蛋白要留的 還有誰 沒有 還有學年嗎 還有學年嗎 學年有發現他有學年 我們來稍微 因為這個 我們來複習一下 有幾個同學可能不太清楚要怎麼寫的 再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那個第二題 第一的第二題 學習單 第一課的部分 來 說話看為什麼我們的水資源會不夠用 不知道 子柔 哈 對啊 哪邊的地形 ��寒 什麼 台灣的 很懂的 那種 那個 小天宇剛子龍做了什麼 地形 地形怎麼樣 我知道 我為什麼要地形 水流的很快 擋不住 有聽見嗎 就是這樣子流下去它不壞就要震到土壘的水就保存在地板底下 不容易啊 你是一樣很短 流到那邊少 台灣的地形是比較長的 多大山也比較長的 現在在講的是特別是台灣地形嗎 對 所以這主要是在台灣 地形非常的走向 所以雨下下來的時候很快就流到海裡面去了 所以停留在余地上是非常短的 所以你來不及伸到水裡去 來不及伸到地底下去 這樣就會往其他地方流 往哪個其他地方 你就是做它不會伸到地底下 它應該會流到海裡面去 所以很快就沒有水了 就一直下來 所以為什麼台灣要做水庫 做很多水庫 北到南就很多水庫啊 因為我們的土壤不夠 跟土壤不夠好沒關係吧 不然它應該太陡峭了 他們也做過了 不然它太陡峭了 所以水很容易就比較大海去 那如果說比較 像喜馬拉雅那種超陡峭的地方 對 它都是雪啦 因為它水就流得很快 水就流得很快 好 好 那 想不看第二頁喔 嗯 我一直幫你第二頁 因為前面都講過喔 現在只是看一下 有同學交作業裡面 很多看起來不會寫的那一題 是要講解一下 好 來 第八題喔 台灣西南沿岸地區 因為養殖業發展長超抽地下水庫 因為超抽的意思是什麼 不如超過啦 超過複合 就是 什麼 怎麼樣超過複合 就是 只要地層裡面的水不夠多 所以地層就變得比較緊 導致地層下線都是超超 那有什麼情況之下可以不要超抽 就好 不要超那麼多啊 對 那麼多 那麼多是多少 所謂超抽 聽說抽一點點沒有關係 抽很多就超抽 那東西那條線是什麼 對 分開 是什麼 沒有分開 沒有分開 水平線 什麼都不是水平線 什麼情況之下都超抽 什麼情況之下都沒有超抽 表示你抽取 你感覺地板有點實的時候 這樣嗎 你會覺得抽 地板下線了 趕快不要再抽了 對 這樣什麼 那麼厲害 把他掛一點水 其實 地層喔 雖然是氣球一樣 底下只沖了水 他就沖氣 沖了水 把這整個地層撐起來 但是水抽起來 就像氣泄氣一樣 他就會泄下去 就這樣 那感覺很微弱 你沒有說 我感覺一抽 馬上就下去 那一年 或許下降的 下降幅度 不過就是一公分兩公分 就這樣 那一公分兩公分 有什麼關係 對 如果抽十年 如果抽五十年呢 好富豪 像目前 嘉義那邊 很多地層都已經低於海裡面了 低於海裡面的意義 就是說 只要稍微長得長 會被淹落 對 海就淹落 好 對啊 所以什麼叫做超抽 洪姐快點 什麼要超抽 超過 超過 什麼意思啊 不明思議 就是 看這個 應該是超取量超掌 恐嚇 叫超掌 超做什麼掌 叫我們不知道啊 他那一條線在那裡 對啊 來 能不能說說看 什麼叫超抽 其實課本也有寫 你們都有預期 怎麼知道怎麼 課本地下水面 什麼叫地下水面 就是地下水最高的那條 地下水面 最高那條 你現在看圖 你也沒在看文章 文章裡面都有寫 什麼叫超抽 好 我們來找一下 你們看出的習慣喔 最好的方式 最好的 最好的方式 像剛剛我們那個 我來找找看 其實都會拿到訓練 在第一件事可以找答案 但是不要這樣子 很希望你們看出是 第一件事情是 從頭看一遍 從頭看一遍 一定要先從頭看一遍 不要直接找答案 喔 抽取速度超過增加速度 聽懂沒有 抽取速度超過增加速度喔 你抽的很快 補的很少 請問第二遍怎麼補 下雨 下雨 所以我只要沒有下雨 就補不進去 對不對 沒有下雨就滿超 但是它是 它看來是一個長期的啦 譬如這個月下雨兩次雨 可是補進去可能一公噸 那我抽 我這個月抽兩公噸 就像超抽 我這個月有抽一公噸 沒有關係啊 可能這不是有人排放費 水到這個增加速度 那是 那是 那是代表 如果超過 我們也可以把水灌回去 可以啊 可以你從那邊拿水來灌 哪還怎麼一灌 那個地上水都不能 明天坐好水就倒掉 拿水了 你看看 你想想看喔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抽地上水 抽了地上水 抽了地上水 抽了它 所以 按照他的方法 我們應該有辦法按 就是說 因為雨下下來是淡水 那我們只要 我們可以強勢把水 硬灌進去的話 那我們這樣就可以讓它 的那個 滲水率變高啊 就是把它打進去的意思 對 打進去的意思 就不要 讓它用滲 就是你把它 存好就可以直接打進去 好 你知道嗎 像地下水會存在那邊喔 在有一個地方是打得緊 水就冒出來 基本上我們假設這是一座山的話 我們的鹽脈有時候 這樣一層一層的鹽脈 一層一層的鹽脈 一層一層的鹽脈 好 水下下來之後呢 水會升進去 像我們要畫這個是 防水層喔 底下鹽脈有一些防水層 防水層就是水會流透去的 所以我如果下這個水 會不會流到裡面來 不會 我這邊透進去的水會不會流下去 不會喔 它是這樣就流 這邊就是比較 就從淺層的流出去 我如果下到這邊 它流到這裡面來 下到這邊 你要在這邊來 它有儲存在這裡喔 它有儲存在這裡喔 它有儲存在這裡 這叫什麼 透水層 這叫做地下水 中間這邊 水會慢慢就流出去 就流到海河裡面去 這就是流走了 這才是地下水 那地下水你看 這邊會流進來 是不是 因為這邊高度很高嘛 它有水壓對不對 水壓把這個壓撐起來 可是呢 我如果要把水打進去 我要多大壓力 不是 它排放沸水 就挖一個洞 只是倒進去 倒進去它可能倒到 就是 你可以從上游到 慢慢倒 從上游到 就是 要先到上游去去挖 但是 但是 你要把地下水 但是你要把地下水 當成處理的水庫 不太 真的不太容易啊 那個 對 不太容易啊 現在我們都是靠的是 水下到山去 照它慢慢滲到 這個水層裡面去 存起來 那你如果說要 打個洞 還進去 讓它下很多次 這也是個方法 讓它下多次 那就要經常下雨 對不對 要經常下雨 但是 我沒有聽過說 一個很有效 這次可以去研究 怎麼樣做得更好 可是我沒有聽過說 有什麼方法補地下水 因為我們第一個 你會抽地下水的原因是什麼 我有水不夠 因為水不夠 水不夠 又抽地下水 結果你現在把水打進去 請到你水哪邊打 雨下下來的 對 現在你下下來它也在補充啊 你認為你補的 會比它自己沈下去來看嗎 沒有 它那樣子 轉換率不高 為什麼 所以認為人位的比較高 對啊 可是我們自己都留不住水 蛤 對啊 以台灣的河艙 來講 它水很快就白白了 對 所以你要從河那邊就直接 怎麼樣去挖 怎麼樣去把水 被我先下下來 下下來 大部分都下雨 下了 然後 然後讓它先下去 不是吧 這叫幫助浴下水 我也不知道耶 人家打成這種水會不會 水會不會 水會不會是 其實是冒出來的 對 從這邊冒出來流出去 從這邊冒出來流出去 對 因為它是薄牙 所以一將水吃出來 會從雨水到 然後變成可以喝 是不是因為它經過土壤了 沒有沒有沒有 雨水反而是 基本上淡水就是可以比較 人類 雨水就是淡水 不要用去處理啊 因為你收集雨水 你看它一燒開幾個就可以喝了 所以 地下水就很深喝 地下水沒有說 不很深喝 地下水就說 喝雨水 基本上我們現在會有一個擔心是 因為你從外面拿進來的水 大部分裡面可能有些細菌 你不知道 那可能是雨水不會夾在灰塵 然後 完整一次 對啊 對啊 啊你 你 地下水也有 地下水也做了這些東西啊 你要完全進化很困難 那你可以用什麼 像我們這個通常說 Rista Rista Rita Rita 靜水氣 那如果沒有靜水氣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它燒開 燒開是最簡單的方法 燒開之後裡面的細菌啊 就會殺掉 好 所以 第一要求操作的意思是 我們 抽了太多了 補得來不及補 補的事主要是靠雨水去補 你說要自己打動山補 很難啊 這個事情很難 很難 好 第十題 什麼叫做風化 什麼叫做風化 就是 吹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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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請示清純 再講一遍 誰要用腳去講 岩石 被水或空氣 還是一些 生物 去改變它的形態 就不能 有聽懂嗎 這變成小石頭 有聽懂嗎 我們把那個岩石 改成地貌 所以可能會好一點 或是地貌就是 地表面上的形狀 地層表面上的形態 可以稍微等一下 所以我再整理回來去唱歌曲 繼續啊 你說等一下 所以說如果把一個 電磚把地人磚一個東西 可以算是怎麼做用的 整體來講可以算是 因為它是生物 沒有 沒有 譬如說我現在 我簡單來講 我現在 我的人掀起到這塊地 這塊地本來山都沒有路 就開到馬路上去了 然後你開始找 把這個山給找 找穿了 把這山裡的礦給踩出來了 這山本來是好好的一座山 就因為人進去了 這山變成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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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邊的結果是不是瘋化 算不算 從廣義來講算瘋化 因為這是人會造成的 人是不是生物 是 所以這是人造成的瘋化 那一般的瘋化是什麼 被我下雨下下來 我的地被切割了 被沖刷了 被搬走了 這地方被改變了 被自然力改變了 這也叫瘋化 我現在地層出來 有個什麼樣的地核變化什麼的 你在廣義來講 這也是可以瘋化 瘋化早前講 比較簡單 因為放在外面 久而久之曬太陽風吹 曬太陽風吹 石頭變化了 你就瘋化了 廣義來講嗎 只要是因為動物 只要是因為自然力 只要是各種可能性 導致它的外形改變了 我們都比較瘋化 知道了嗎 知道了嗎 好 好 第十一題上這個我沒有講到 我說沒有像這種表面 其實有講 但是沒有用星球的概念來看這個事情 我們說水有一個叫半星左右 所以我實際上水跟空氣都可以 搬運跟成績左右 這是有空調搬運 再講一遍 喔 有水力搬運 水力搬運嘛 水可以把上游的石頭搬到下游來 對不對 所以你可想說 假設持續下游 持續下游 持續下游 這個山會不會有一天 都全部被搬到下面去 有 會這樣子嗎 對不對 所以當這山全部被搬下來 你向內把這山踩平了 推到下面這個 凹陷的地方去 所以如果每一座山都放到那種事情 是不是久了久了 地球上就沒有高山了 對啊 對吧 這是為什麼地球是光荒 是圓弧的形狀 也可以讓想像 因為水從高度往下流 所以高的地方下游就下來 他就把石頭帶到低的地方去 那請問整個地球來看看 比較低的地方在哪裡 就海嘛 對不對 所以這些石頭會被帶海上去對不對 幫他們把海裡面填滿 假設這邊還有海 這邊是海對不對 所有的石頭慢慢就被帶到這邊的海 所以他就慢慢這邊就填起來 填起來 慢慢就填起來 填起來 這邊就變成陸地 新的陸地 他就再填起來 再填起來 從山上的石頭 分下來砸 所以簡單講 山上不就打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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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沖積平原 像南洋地區整個大的沖積平原對不對 一個山形片就是被石頭填滿的 所以這個意思是 南洋平原原本已經可以做沙 南洋平原原本已經可以做沙 南洋平原以前是海 可能是這樣 蛤 哦哦 對對對 這是台灣的話 也許台灣以前在這邊的話 它就是海 那這是南洋溪 那南洋溪 那南洋溪 沒有把虛線畫起來 虛線 這邊 這邊是我們目前的海岸線 那這塊是什麼 山上的水一直把山上的石頭給帶下來 帶下來 它就慢慢往這邊填 填起來填滿 那采到一程度水流不出去 它又不會再帶石頭 為什麼水流不出去 因為它把它填滿 連水一直趴就抽到石頭 不會 它填不滿 我剛剛講話了 它在填的時候 它應該填這邊對不對 接著石頭它不會填成這樣 他填成這樣嗎 哇 水 他如果填成這樣 他水這樣堵住 他不會填成這樣 你在填上這裡的時候 接下來就是拘往前填 水就是拘往前流 不是嗎 拘往前流 水就是拘往前流 就是這樣填起來 就是這樣一直推過去 就是這樣一直推過來 所以這塊地就這樣 慢慢被填起來 被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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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叫做沖堤平原 或叫三角洲 通常河邊的三角洲 靠海的河邊的三角洲 都是一種沖堤平原 沖堤塞 那這種通常 就是像藍牙平原的話 要沖堤平原的話 變得自在 可能要好幾萬年 好 OK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些石頭都填起來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藍牙膝 藍牙膝這麼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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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這麼寬 藍牙膝只有那麼寬 藍牙膝的寬度 大概在我們這附近的藍牙膝的寬度 大概是 你看那個牛豆橋有多寬 牛豆橋有多寬 牛豆橋有多寬 嗯 記不記得 600多公尺 600多公尺 對 600、700公尺多 也就是牛豆橋那端的藍牙膝的河岸 是600多公尺 嗯 那再往下游走 到最下游的地方 整個藍牙膝的寬度大概將近有 嗯 兩公尺左右 哇靠 那你看喔 那是我們人類 在這可能是 100多年、200多年 足了河堤 足了河堤 這個河就被我們限縮在這個範圍內 你懂我意思 我足了河堤 把這個藍牙膝給限縮 這個石頭人往這邊走 對 所以這個藍牙膝就不會在旁邊 再繼續侵蝕 就不會把旁邊的石頭翻過去 通常它只會翻上面的石頭 往下面翻 對 所以這邊的石頭會穩定 這兩邊的平衡會穩定 讓我們可以跟蹤 但是 這邊的石頭還是會繼續翻移 才會往海裡走 所以這邊慢慢的 這邊的石頭也被填起來 這是海裡面還是被填起來 但這時間要就要再隔 還要再隔一段時間 這邊 這邊用來台灣那邊填 有可能 有可能是要一塊 通常可以講 你看 其實這樣 還可以不是 我們協議畫了一個圖 這是什麼 雪山山脈 這是中央山脈 這是海岸山脈 對不對 山脈跟山脈的交界 你可以想像是 這邊就是會凹進去 它可能是長這樣 對不對 這可能寒一些 有沒有想像 可是慢慢的呢 山脈跟山脈中間 它開始下 因為比較低 這是山脈跟山脈中間 膠間是比較低 所以水會從那邊流出來 水會從那邊流出來 水會流到又開始填 填填填 填填 填滿了 OK 所以你可以這樣想像說 這邊就被填滿填起來了 這邊這樣被填就填起來了 這邊是花蓮嘛 是不是 這邊是伊蘭 OK 伊蘭 伊蘭 在雪山脈跟 中央山脈的交界 對嗎 你做的 你做的簡報對不對 對 所以搬運作用跟成績作用 導致地形的變化 大橋地形變化 來 記不記得為什麼 河水 河流的侵蝕地形 在河谷 通常會比較形成 滴形的 為什麼 河水 中間流的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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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中間流的比較快 所以石頭跑得很快 假設這是河谷 我中間流速很快 我旁邊的流速很慢 喜歡哪邊衝發力 侵蝕力比較強 中間 中間嘛 中間可以卡石頭 再流速比較快 所以從補面來看的話 這邊的流速快 所以它一直往下切割 這邊流速慢慢切割很慢 所以它變得慢慢的切割成這樣 V型 那如果說這整個是冰川 冰川會不會左右兩邊不一樣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流速差不多一樣塊 對不對 流速一樣塊的話 它整個切割就是一塊這樣切下來 直接整個一塊就這樣刮過去 就把整個河谷給切割了 所以看到冰川大部分都是U型的 冰川真的可以有很大的威力 可是它不會 它不會弄到石頭 然後就怕死了 冰川會流動太深 那是山谷跟山谷中間啊 沒有 它睡到之後 它後面還有 所以它就是你睡到之後再壓 然後再睡到再壓 然後最後 然後把 那如果追骨修是冰川 剛剛你可以看齁 你從這邊看的話 我如果把它切 這是河谷齁 我如果把它切開來看的話 這個重割面就是個V型 看得到嗎 這是個河谷 如果這樣切開的話 這個重割面是V型的 看得出來嗎 因為它的V型是慢慢滴下去 從這邊高高低下去 是兩邊的滴下去的程度是一樣 所以它是個V型的 這是河谷 再往上面走一點的話 我們的河谷會變成U型的 我現在好像沒有更高的V型 但是如果再看更高的河谷 它就變U型的 這些東西都被切割出來 所以你在看等高線谷 那些河谷的線 都是被切割出來 是慢慢下雨 它會是輕時輕時輕時出來 這是等高線谷的另外一個運用 那你看 只有到那個很一層的地方 它才會比較像什麼 如果你看像這個地方 我畫的話它大概是這樣 長得比較像這樣 那這邊為什麼是拼命的 基本上這個界面 因為地勢很低了 所以它已經讓我們想說 其實這些會沉積了 所以基本上這邊都是小石頭 就是沉積出來的 那如果你下雨下再大 那拜託我們要帶走 不然它會變一點沉積成這個樣子 可是你往旁邊看 這整個河谷 可能在很久以前 都是這樣慢慢充實出來的 都這樣被侵蝕出來的 OK 好的 所以呢 我們看一下 我們現在看第三葉 第三葉 核道平衡我們講過了吧 記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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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都覺得我都講了白講 講過了結果只剩下子龍還記得 好 所以龍跟獎 你龍跟獎都記得 很好很好 非常好 好 根據今天的到目前為止的狀況 絕對給子龍加三點 好 加三點 大點還是小點 小點 小點很廢 好可憐這感覺 龍圈加一點 大點 小點小點 欸 照中加一點 沒有 照中 我還離座 學練全身都在睡覺 學練都在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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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來我就立刻跑上來 加油 加油 你石頭 來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那個石頭 第十八題 我們講石頭了 九頭 我們現在 其他都講過了吧 九頭 對 對吧 來十八題石頭 請問石頭我們現在目前 主要分裂分成三種 哪三種 火層 對啊 我現在就問他 可能說明來有人 還是說不出來啊 火層 火層然後咧 陳基岩 然後咧 還有一個是 他合在一起 什麼東西 變質 同學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不知道 在哪裡 沒有 所以 大概我有 對對對 繼續這樣 加一點 加油 持續表現 好不好 持續力 持續力 好 我就按 什麼叫火神炎 什麼叫火神炎 火神炎就是火山出來的炎 那叫火山炎 火山出來的炎叫 火山出來會炎嗎 火山出來就是炎嘛 炎漿跑出來然後會冷卻 炎漿冷卻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是火山炎還是火神炎 火山炎 龍江 蛤 炎漿跑出來之後冷卻 黑鑰匙 那是火山炎 火山炎還是火神炎 火山炎 火神炎 好 好啦 那個學點挑一點 這個人挑選 真的喔 都沒在看書 那 什麼是 生成炎 不要忘記 好 先不要講後面 我們再一個一個討論 火神炎 火山基本上就是因為 融融的岩漿 它冷卻凝固 變成了石頭 所以你怎麼會變成石頭 等一下他先講話 你說 岩漿凝固都要變石頭 當然是 對 現在明天到石頭 原本都是岩漿 沒有 因為地球早期 整個都是火仇 整個都是熔融派 慢慢的冷卻凝固 冷卻凝固 所以地殼太除去的那層 地殼都是火山炎 地殼都是這樣子 中陽級 高中的地殼 然後是上面是火 火山炎分成火山炎跟生成炎 然後噴出來 冷卻的叫火山炎 沒有噴出來的叫生成炎 可是我剛才講的是 先分這三類 火山炎 最後叫火山炎 那你現在也超過其他的理解程度了 你現在一定要講一個 只有你知道的名詞嗎 對 對不對 我剛剛跟你講說 我們現在把石頭分三大類 一個是火山炎 一個是什麼 成績炎 另外一個叫變子炎 三種 可以嗎 三種 我們所有的學習在徐居漸進 你要講一個新的名詞 你要解釋它的名詞 意思 好 OK 所以我們知道火山炎 火山炎是岩漿的形態 變成固體的形態 對吧 當時一個凝固的過程 這個凝固的過程 那你知道 其實石頭裡面它其實本來有不同的差質 不同的差質 所以我講火山炎這樣凝固 會不會像蠟一樣一整塊 就是一整塊的蠟 裡面沒有任何的差質 不會 那應該是怎麼樣 冷卻 冬一塊西一塊 冬一塊西一塊 冬一塊西一塊什麼意思 冷 冷的時候加東西會 跑進去 會跑進去嗎 因為雜質不一樣 就是比較好啊 跑進去還是本來就在裡面 對 因為它從頭都在山裡 它從頭都在山裡 它從頭都在裡面 它所有的雜質本來就在裡面 它所有的雜質本來就在裡面 沒有東西 那個 那個 岩漿從地底上上噴出來的時候 它本來就夾帶了非常多不同的成分 欸同學 我現在是 我現在在教小學生 是不是啊 我一直不動管秩序 我們可以進入討論的議題嗎 我們現在是 國中邁入高中的程度 可以辦應該是這個樣子吧 對不對 應該是可以進入一種討論吧 不是他們管秩序 欸 你們不要動 你們不要玩 你們不要知道噪音 我不要回到柚子班子 因為大班 所以 怎麼樣 我們岩漿從山裡面跑出來之後呢 它本來夾帶了非常非常多的雜質 可是冷卻的時候 就同時間直接冷卻嘛 就是這樣 可是慢慢的冷卻對面的時候 慢慢的冷卻的時候 就同時間所有的雜質 我們就叫混合物對不對 這裡就是混合物 混合物裡面的東西是同時間都凝固成石頭 不是 那是怎麼樣 外面 從外面一開始冷沒有錯 但是其實裡面有一些東西 因為每個 既然是混合物 它裡面有很多種不同的溶點 有金屬啊 有礦物質啊 有鹽肺啊 各種東西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誰會先凝固 應該是溶點比較低 溶點比較低 溶點比較高 溶點比較高 溶點比較高會先凝固對不對 欸 記不記得 對啊 因為它 溶點比較高 溶點比較高 下來就 有些溶點成600度 有些溶點成800度 有些溶點成500度 有些溶點成500度 好 我現在溫度 出來的岩漿可能是1000度 1000度的時候 這三個東西都是什麼狀態 溶解 溶解的嘛 都是溶化的狀態 溶解是溶化的狀態 是溶的 應該不是說好一開始 什麼都沒有做 岩漿1000度 旁邊講一起岩漿1000度 沒有 就是一開始有時候 溶化的狀態 只有岩漿 岩漿裡面是混合物嘛 混的這些東西啊 岩漿是混合物啊 但是混了很多材料 在裡面 然後每一種材質 有每一個材質的溶點 對 溶度開始下降了 誰先凝固 800度 800度的凝固成一塊一塊 一小顆粒一小顆粒的 沒有被溶 它沒有在溶點 因為它溶點在800度了 它就凝固成一小塊一小塊的 旋溶再繼續下降 650度的也凝固了 650度會凝固在哪裡 會凝固在 有個可能把800度的東西包起來 有的可能是自己獨立成一塊 650度的東西 接下來要跟大家講 假設所有東西 最低的溶點度是500度 所以低於500度的時候會變成什麼 全部都硬了 所以全部都硬了之後 你要往裡面看的話 會放一點一點一點的 好 不同的東西 我們就拿一個 火車硬的東西來看 那一袋石頭要拿出來的 欸 我拿出來的東西 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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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想要把你 把你東西沒收了 蛤 那個 到這 這不貴吧 對 這是 找到的 喔 通合咧 帥 帥 可以摸摸摸摸摸摸 流滑 這個 這是火層鹽嗎 這是火層鹽嗎 因為它裡面就是黑黑的 一點一點 火層鹽在一起 就是說 對 火層爆發 有 那有可能是火層爆發 有可能是直接流出來 幾百萬 火層爆發 火層爆發 爆發 泵的時候旁邊當然會鹽漿噴出來 對啊 腳沒爆發 沒爆發有可能是直接流出來 像很多地方火山是鹽漿氣再冒出來 鹽漿是持續冒出來 它沒有爆發 但是這樣就導致它不會爆發 腳一直流出來 它通常只要在流動 它有泄壓 那不見得會有爆發 爆發的需要 鹽漿漿現在沒有鹽漿流出來 所以它如果有些爆炸 有些 能量爆發 它會爆發 我應該每天抽一點鹽缸出來 像這裡是大理石 這是花崗岩石 所以你看這石頭裡面都有一些雜質有沒有 它有不同的雜質 像花崗岩的話它是點點狀的 像那個大理石裡面是那種連續狀的細細的黑線 看得到嗎 所以一般的火車就是 不會是一整塊就這樣開開的 所以裡面會有雜質 這應該是變質鹽對不對 這個我以前沒有辦法分辨 但這個東西不見得按照這個順序牌的樣子 所以裡面會有點點的 大理石是變質鹽的 這些都會是火層鹽 這大理石是火層鹽 不要看得到點點的都是 不是不是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 我們不要再解釋 好 很低能的螺旗 這叫做一百顆什麼 十少三年 你可以找到 一百根火層鹽 九十顆應該 找到點點的石頭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花崗岩是火層鹽 花崗岩是火層鹽 所以這是演講變成的 好 可是呢 我現在大部分你看得到的 應該是 五大片 應該是 應該是 沒關係 好 那 好了 所以 你沒有打過 沒有嘛 這沒有打過這些 這個應該是 我應該是 我應該是 那這些石頭已經形成了對不對 今天要發生什麼事 接下來開始風化形成 開始的散太陽 開始有七十 開始有幾 亂七八糟 七八糟的 曬太陽 曬太陽就崩裂嘛 久了久 差不多 熱上什麼時候 熱上什麼時候就崩裂 我上次在殼邊 看到石頭 它就這樣 自己的就崩裂了 它會這樣 所以呢 慢慢的這個石頭 火成岩的石頭 會變成屑屑 尤其在這個殼邊 它這樣沖刷下來 石頭跟石頭會撞起來 撞起來會變紮紮 屑屑嘛 不會沙子啊 你啊 石頭都沙啞 不會沙子 就沙子嘛 就沙子 小顆一點叫沙子 大顆一點叫穴穴 對 穴穴 沙子 或者是立岩 都可以 會成太小了 大家看大石頭 慢慢也有可能變小石頭 像這個就是鵝卵石嘛 一定是大石頭變成鵝卵石 一定嗎 一定啊 不然它怎麼變成 難道它會變大顆 它一長顆就這麼大小嗎 有不好 沒有要去磨到角度啊 對 多水啦 磨到魚都什麼 就你把種子放在土裡面 然後它就會長出來 怎麼 一種也長變了 所以一般來講 石頭的最早型態都是火塵 火塵先出現了嘛 火塵先出現之後 它能塞上 切割 或者是水下來的時候 冠軍這個角度都有夠空 然後晚上天氣變冷 冷凍結冰 盪 之後裂開了 然後就丟下去 裂開之後 再下雨 我們就往山谷裡面 它就滾 滾到就開始磨擦 會這樣磨擦磨擦磨擦 對不對 結論是這些東西 屑屑屑就會沉到 比較低的地方 比較低的地方 越沉越多越沉越多 幾萬年幾億年過去之後 就變沙灘 不是變沙灘 它會越沉越多 我們就越來越高了 越沉越多 越沉越多 最下面的石頭 最下面的石頭 會怎麼樣 被壓緊 被壓緊 被壓緊它就變成另外一種石頭 變沉積眼 沉積眼 它變沉積這樣 所以尤其是你像這種 我們在河邊河湖的 這邊看到一些沉積眼 它是秘密的 圓扁的石頭 秘密的一層一層的這樣壓起來的 像我們在南方道那邊有一個海邊 那時候去玩的時候 可以把它捲到那黑色的 它壓扁扁的 因為它壓扁扁之後 它又經過這種滾動又碎裂 它變成一大塊圓形的扁扁的石頭 它表面有點亮亮的 很特別 照到光的 通常有點三成發亮 就像這個東西 你這樣可以看到 我這樣移動的時候 可以看到上面有一點點會發光的東西 有耶 一點一點的 這個芭菜有 芭菜有些點點會發光 那這個石頭就這樣 那是扁扁的一個石頭 但是會發光 所以這個沙來也來 沙來變成什麼 那這東西跟我們 日常生活中有些東西很像 這是什麼 跟我們在吃藥丸子 你有吃過藥丸吧 有藥丸子表面沒有那個 甜甜那一層的 蛤 有甜甜那一層 小時候我們吃藥丸 表面都會成甜甜的嘛 有這種藥喔 有有有糖衣給小姐吃的 沒有糖衣的 就算有糖衣的藥丁 那這些藥丁實際上是澱粉 壓出來的 你們有吃過糕餅 7月中間結束吃過糕餅 糕餅怎麼做的 就是一堆粉 壓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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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成一塊 這個很貴的都可以吃 所以你要想喔 好 其實成績也就是這樣壓出來的 我找一個成績也 像這石灰也也是成績也 那不是那是化妝 化妝化是變成績 所以啊 怎麼樣 它壓應該要再燒一燒 然後把它人化來 才會變成殼 沒有沒有 壓就一定很硬 你看你吃藥丸子硬不硬 其實我沒吃過吃藥丸 所以應該有吃過嘛 你吃藥丸 你吃藥丸不會覺得很硬嗎 我沒有咬過啊 都出下去 你看那種疊扁的白色 白色的疊扁的啊 像這就是成績眼 你看這就是一層一層 可以看到嗎 一層一層 打嘴巴就能了嗎 可以看到嗎 這是一層一層的嗎 這個很容易就列出來 對 很容易就列出來 這是一層一層 這是成績眼 這個是水泥 這是水泥 很均勻的 這個呢也是成績眼 眼睛的成績眼就是讓眼睛 一條一條線 最終是成績眼 他是被壓出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成績眼了 那最後一種變質眼怎麼回事 成績眼被融掉 沒有融掉 其實就跟那個 誰 趙宗 趙宗 變質眼 變質眼 他壓出來之後呢 像花肝眼就是變質眼 花肝眼跟這種石頭比起來誰比較硬 花肝眼 花肝眼比較硬 所以變質眼是三種石頭 裡面通常比較脆弱的一種 蛤 成績眼 成績眼 對 對 花肝眼很硬 花肝眼甚至這種變質眼 甚至這種變質眼 甚至有時候冰火成眼還硬 變質眼有時候冰火成眼還硬 變質眼是什麼 變質眼就像是我們吃飯的陶瓷一樣 他燒過 他燒過 燒過結過 他怎麼做 陶瓷那個碗啊 不是我們先用陶瓷把捏好的之後 拿去高溫去共用 不用上釉 先不用上釉 只是陶瓷 陶瓷 有些前面要先上 蛤 有些要上 對 有些要上釉 但是葉子也沒有 你去上釉嘛 誰會去拿邊這些上釉 我 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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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瓷本身就很硬 他就非常硬 這些東西 因為他高溫之後 高溫的時候會產生裡面的石頭 會產生化學變化 化學變化產生一個化學進行 反而連接在一起 所以他墻會變得很高 太空船 太空說 太空中每次從外太空 掉到水 要回到地球的時候 他經過高速大氣層 那個太空前面會來 你知道有沒有 有看過火 那麼高溫之下 想要誰可以擋得住 地球中心 錯 可就好吃嗎 可已經擋不住 就是陶瓷 就是陶瓷 所以你可以想到他前面就是放了一堆碗 沒有那麼誇張 他不是碗 他放了很多陶瓷片 那陶瓷片是什麼 就是像你去 像瓦片 但是他很精密 他硬度很高 硬度很高 而且陶瓷因為他燒結過之後 他反而會耐高溫 他反而可以耐很高的溫度 所以用陶瓷片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類似像火 變成變質量 可是這樣在太空旅行 或許會很容易破掉嗎 為什麼 因為陶瓷不是異色的 在太空中旅行為什麼會不會 小米石不是會一直插裝嗎 沒有沒有 小米石沒有像想像中那麼多 沒有 撞不到 撞不到那個 太空船大概就鋸了 有機率 但是沒有那麼高 沒有想像那麼高 好 其實太空中 基本上是 叫做太空的原因 就是因為很空 太空熱了 太空熱了 對 然後 所以我們要知道三種鹽石 對不對 火塵鹽 是融化了鹽漿變成石頭 對不對 塵基岩 是什麼 被壓 穴穴 穴穴 擠壓出來的石頭 那變質鹽怎麼形成的 在夾子 這邊壓過了石頭 拿去火箱旁邊烤一烤 那過了 那怎麼樣 就是這樣子 就這樣子 誰那麼辛苦搬過去考一考 我 誰那麼辛苦搬過去考一考 內部 內部怎麼樣 地層內部擺之後有 說不定這邊是層漆人對不對 這邊剛剛是被椰石壓過 不小心壓 地殼擠壓 產生裂共 這邊可能產生裂共 裂共 裂共形成之後呢 鹽漿就從旁邊流過去的 我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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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鹽漿就從那邊流出來 好酷 鹽漿流出來之後 它可能從那邊流出去 對 它可能從那邊流出來 好了 可是這份度一定很高 對 就像烤爐一樣 這個旁邊的石頭 旁邊的變質鹽 這些層漆鹽就開始變成變質鹽 它經過高溫的烘烤 那如果這個鹽漿 也跟著這樣流出來 把這邊全部蓋起來 這邊可能這整塊就變成變質鹽 所以當那變質鹽 會讓人發現 火車在旁邊 可能是火山的旁邊 或是地鐵 也不是火山 像不就花蓮那邊有很多變質鹽嗎 花崗那邊很多啊 大理石啊 對不對 不是花崗那邊說錯了 大理石很多 那是變質鹽 它是在 因為它是地層擠壓 在地層擠壓的過程當中 這邊就會產生很多的高溫嘛 鹽漿之類的東西 就可以把它加熱 OK 所以 好了 那像這是什麼石頭 不足 應該是火山 這邊怎麼辦 像層漆鹽 我覺得它像層漆鹽 謝謝 但是它擠壓的過程當中 它可能選 就是很多比較大的顆粒 就大顆粒跟小顆粒是混合在一起的 那這樣提壓的事情是嗎 所以我們要講 變質變質耶 蛤 變質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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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怎麼會出來 變質 不會分布出來 對啊 如果分布出來 還是可以再多一種 沒有答案 特性上分得出來 比較特別 是 分數比較低 蛤 特性比較低 其實你講的是一個 講的是一個 我以前一直 不是以前 到目前為止 我一直存在的問題 你看也看得出來 我也看得出來 因為我老實說 我把這石頭拿給你 想要這什麼鹽 誰知道 人地質學家 這偶原點 不是變質鹽的那個鹽 我覺得這層漆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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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像是火層鹽 可是 可是它為什麼不是火層鹽 它原本也是火層鹽 不知道 我感覺它比較像 陳雞鹽 我不能說不知道 可是我想知道 這個 這個比較像火層鹽 沒有 這裡面有一些雜質 這層漆鹽 它比較均勻 這層漆鹽 因為沒有雜質 它雜質都塗在裡面 不是 層漆鹽的特性是 因為它是慢慢累積起來 所以這段累積的時候 第一個 它最明顯的現象 會像這樣 一層一層的 好 很清楚的分層 因為這一層 每一層代表是一百萬年齁 對 它這樣子累積這一層沙子 可能是經過一百萬年 那下一百萬年 產生的沙子 不同顏色 不同的材質 因為三倍 一塞一直被掏空 我在掏空這邊的時候 我下來的石頭 是一種材質對不對 對 可是在往下走這邊的沙子的材質 這邊沙子的材質很不一樣 所以往下走的沙子不一樣 所以會有一層一層的沙子 那但是你可以看到 每一層都很均勻對不對 基本上每一層都很均勻 所以我認為比較均勻的 我的直覺他們比較均勻的是沉積的 可是像 我們把它講到下一個 像這個 這一樣是從山上溝下的魔索 可是它不管怎麼魔索 它沒有改變它本質 是中間一點一點一點的命 那我認為就是火層炎 因為它本來就是有一點一點在裡面 而且是不均勻 而就是整體來看是分散的很均勻 但是不會像沉積人事實上 整層都很均勻 不太一樣 好 謝謝 耶 所以啊 YES 這種白白的體悦 體悦用的這種